杜汶澤在Facebook 分享臨終一戰的相關新聞 並寫著說有多餘的錢來回去看有誠意的一秒拳王 還是看小丑打架 仲培生隨即發千字文反擊 指並非小丑打架 而是慈善企業家打小丑 隨後仲培生更加提到 杜汶澤所設立的OTT平台Latio 舉出一系列的數據來批評 聲稱與朋友商討後 要給予壓扎意見和要處理的問題 杜汶澤再發問與鍾培生隔空開火 更加粗口連篇露罵鍾培生含著金鎖匙出世 又說他靠父幹上位 他更加繼續說鍾培生喜歡博出位 杜汶澤的太太田睿尼殘夫心切 還在Facebook 上幫口加入戰場 以自稱慈善企業家 爺如鍾培生 又說這首節目重則不重量 大讚老公有勇氣和行動力 更加在文末如足臨終一戰 大賣劍不會輸地說 我每次點火 看哪個咖啡 說 這首幫趾 看哪個咖啡 看哪個咖啡 幾個咖啡 你 這首都是